計劃在今個週末開車外游的朋友今晚就要入定油 因為大多倫多地區油價今晚在午夜過後將會再創新高 每公升的油價將再上升五仙達到$2.09的水平 鄺森葉報道 大多倫多地區今晚午夜過後油價將再創歷史新高 每公升將上升五仙達到$2.03水平 由於石油的需求未能跟上北美出口海外需求增長的步伐 加上烏克蘭戰爭及疫情後經濟重啟各種因素 分析預計未來幾日油價將繼續上漲 而星期六的預期上漲甚至不包括最近市場價格的增長 有專家認為到了維多利亞長周末油價可能維持在每公升2.1左右 另外天氣預測未來幾天大多倫多地區會出現類似夏天的氣溫 例如麥斯庫克等熱門度假區的氣溫將達到攝氏30度 加上濕度會有32度的感覺 而阿泰華更高達32度加上濕度有34度 如果不介意油價高 未常不是一個好選擇自駕出行享受陽光燦爛的天氣